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快速的取得 iPhone形式力上面今天的行程 那有分为文字版以及语音版 那我们今天要教的这个快速取得 今日行程的功能呢 它一样要用到 iPhone里面捷径这个App 如果你还不知道捷径是什么的话呢 它就是iPhone里面一个强大的工具库 它可以拼拼凑凑出很多小小的捷径 像是今天的这个今日行程 就是其中一个 也就是说呢 这个今日行程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哦 那点进去之后呢 乍看之下跟一般的形式力 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都是以这个文字的方式做显示嘛 都是文字 那我今天呢会教另外一个版本 是用朗读的方式哦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做选择 那另外呢触发的方式 除了这样子按按钮的方式之外呢 你也可以设定说 它在早上几点的时候自动朗读出来 或者是在你关掉闹钟的时候 自动显示或者是朗读 所以今天要教这个捷径呢 它算是蛮多变化的 而且它的脚本还蛮长的 但是写完会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显示 或者是播报你当天的课表 大家应该都知道行程里面 可以新增每周重复的行程吧 就是在你新增行程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重复 那例如说如果你今天是学生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课表新增到这里面 然后选每周 那它每周都会有相同的行程出现 所以你就可以用我今天写的这个 今日行程的方式去看你当天的课表 那现在呢我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一下要怎么写这个捷径吧 首先呢去找到你iPhone里面 捷径这个App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可能要到最后一页的App资料库 或者是到App Store下载 找到之后呢把它打开 这边我补充一下 如果你是想要让它在固定时间 或者是在关掉闹钟之后 自动播报的话 你就必须要选下面的自动画 接着呢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新增一个新的捷径 那中间这个动作呢 就是我们按一下这个捷径的时候 它会做出的动作 那加入动作这边呢 我们就搜寻寻找形势力 寻找形势力打入这个搜寻栏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 寻找形势力行程按下去 那这边呢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 开始日期在未来7天 我们按一下这个粉红色的 在未来把它打开 里面就可以选是今天 你就选是今天 然后接下来呢 按一下这个排序方式 这个5 点一下这个蓝色的5 然后选开始日期 然后这边是最旧的优先 那这样子这一步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要按一下这个加号 那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搜寻重复 那这边有一个重复每一个 选这个重复每一个 这个是第二步 那原因就是这个搜寻呢 它只会搜寻一笔 那我们要取得今天所有的行程 所以我们要重复每一个项目 那接下来第三步呢 我们要再按一次这个加号 这一次搜寻文字 那这边有一个文字的选项 点这个文字 那接着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框框 然后把它压着 然后拖到上面来 拖到结束重复的上面 接下来我们要在文字栏里面 新增这个形式里面的资料 所以我们按一下这个文字框 然后在这边有一排蓝色的字 对不对 把它往左滑 往左滑你会看到有一个重复项目 点这个重复项目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选项 那第一个我们要新增的是标题 那这边已经打勾了 对不对 按一下右上角完成 接着呢我们换行 这一次呢 一样我们把它往左滑 再新增一次这个重复项目 然后这一次我们要选择 开始日期 然后日期格式的部分呢 这边有一个日期格式我们点进去 因为我们不需要它播报日期 所以我们选无 这边有一个无 再来下面时间格式的部分 就让它留在预设的短 也就是你不用再去选择了 然后我们按一下完成 那开始日期后面呢 你就可以新增一个文字 让它去衔接开始的时间到结束的时间 例如说一个横线 或者是你可以用中文字的到 那显示或是播报方式就会是 例如说下午一点到下午两点 那如果是横线的话 它就是下午一点 然后横线到下午两点 但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用播报的方式的话呢 你用横线它是不会发出任何声音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念出来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个中文字的到 然后到的后面呢 我们再新增一次重复项目 就是这个橘色的X重复项目 然后这一次我们选结束日期 然后一样呢 日期格式我们选5 这边选5 然后时间格式一样是短 接下来按完成 然后这个文字项目我们就写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新增下一步 这一次我们要搜寻变数 变数 这边有一个加到变数 选这个加到变数 点进去 然后它会出现在最下面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把它拖曳到这个文字的下面 你就按住这个变数 然后把它拖到文字的下面 然后就变成将文字加入变数名称 那变数名称你按一下 然后这边你就随便写一个 例如说我现在写 今日行程 那我这边解释一下 它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前面呢 我们已经寻找了今天所有的行程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它每一个项目都加到这个文字里面 那它可能就会有好几项 那我们要把这个好几项都加到一个变数的总结里面 等于是一个档案夹的概念 你就把这个今日行程想成是一个档案夹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再把这个档案夹加到另外一个步骤里面 接下来呢我们要新增下一个步骤 所以按一下这个加号 那这一次搜寻技术 技术 这边有一个技术 点进去 然后它会出现计算重复结果的项目 那我们按一下这个重复结果点进去 然后按一下左上角的清除 这边有一个清除 那它就变成空白的对不对 那我们再按一次这个空白的输入 这一次呢我们选择 选择神奇变数 然后它就出现很多变数让你选 那我们要选的是形式力形成 点一下这个 它就会变成计算形式力形成的项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新增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要新增文字 按一下这个文字 然后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文字的框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把刚才我们已经取得的这些资料呢 把它放到这个文字的框框里面 所以按一下这个文字栏 然后第一行呢 我们要写的是今天总共有几个形成 所以呢 文字我们要打出来 那你也可以自己去客制化自己的文字 例如说我这边想要打今天总共有几个形成 那今天总共有几个形成 每一天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已经计算过了 我们要把这个变数呢 加到这个总共有的后面 那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显示在这边了 它有一个计算机 然后后面是变数 你就选这个变数 然后后面继续打 所以它就变成今天总共有 技术格形成 那接下来呢 我们按一下换行 接着呢 要来新增 我们刚才已经搜寻过的形式里面 当天的形成 那这一排蓝色的 我们去找到今日行成这个变数 就是这个蓝色的今日行成 那这个今日行成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打过的这个 将文字加入今日行成的这个资料夹 我们把它放到这边 那写到这边其实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要区分成 文字组跟朗读组 如果你是希望它用文字显示的方式的话呢 我现在先示范一遍 然后等一下我会再示范一次朗读的方式 然后最后我也会示范要怎样 让它在固定的时间播放 或者是显示出来 那现在我先示范一次 显示文字的版本 那在动作这边呢 我们就搜寻显示结果 这边有个显示结果把它加入 这边就会自动出现显示文字 然后呢我们按一下右下角的播放键 看看显示出来是什么样子 它就变成这样子 今天共有五个行程 然后五个行程都把它跟时间都排出来了 它这样子吹了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把它加入桌面 那加入桌面的方式呢 就是你滑到最上面 滑到最上面右上角有三个点点 点一下这个三个点点 点进去之后呢 你在捷径名称这边帮它命一个名 例如说今日行程 名称打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设计它的logo 就是icon这边 你可以选颜色啊 或是不同的图形 例如说我现在选一个橘色好了 然后图形的部分 它里面有清单啊 或者是也有形式力的图案 然后完成之后按完成 接着呢按这边有一个加入主画面 然后它照理来说里面 应该就会自动出现你刚才打好 更新增的这个logo了 然后按一下加入 右上角的加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桌面的部分 桌面它这边就会出现嘛 那你按一下 它就会出现文字 那接下来呢 我要来介绍朗读的版本 我们先按完成 然后我们回到刚才 我们写到一半的步骤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把这个预览 显示文字删掉 或者是你刚才做到一半 就是停在文字这边 然后我们继续加入动作 这边我们就搜寻朗读 朗读文字把它加入 那它应该就会自动变成朗读文字 然后我们按一下显示更多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这个速率跟音高 然后语言的部分点进去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例如说你是英文啊 或者是你想要选择中文 中国大陆也是可以 因为我发现中文 中国大陆里面的选项是比较多的 而且里面有男生的声音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来试看看用这个 中文中国大陆 然后里面的声音 你就可以去选择 VEMU它是男生 我们就来试看看这个男生的声音 完成之后呢 按一下右下角的播放键 今天总共有五个行程 电话会参加 我觉得它的声音还蛮好听的 好那这样子没有问题之后呢 你一样可以用刚才的方式把它加入桌面 就是按一下这三个点点 然后把它命个名 然后命完名之后呢 按完成 接着按完成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要怎样让它自动播报 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说 如果你希望它在特定的时间 自己去做这些指令的话 要选择中间的自动化吗 那你选进来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选择制作个人自动化操作 这边你就可以去选择 例如说你想要它在特定的时间播报 或者是它在关掉闹钟的时候播报 就分别选择这两个选项 那现在例如说 我希望它在早上8点的时候播报的话 我就选择这个特定时间点进去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去设定它的时间 时间我就输入早上8点 然后选右上角的下一步 那这边这个加入动作呢 就跟刚才的选项是一模一样的 你就直接把它加进来就好了 那这边加入完动作之后呢 你按下一步 然后这边执行天天询问 你可以把它关闭 然后按不询问 接着按完成 这样子它就会在早上8点的时候 自动播报你今天的行程了 或者是如果你希望它是关掉闹钟的时候 自动播报的话 你可以制作个人自动化操作 然后选闹钟 里面呢你就去选停止的时候 然后闹钟你可以去选 例如说所有的闹钟 或者是只有起床时间的闹钟 那这个起床时间呢 是在闹钟里面的最上面那一个 这个是起床时间的那个闹钟 所以不要选错了 如果你平常都是用下面这种 普通的闹钟的话 你就选现有 然后去选你平常的那个闹钟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按下一步 这边呢你就去新增我们刚才那些步骤 然后一样就是选下一步 然后不要询问 那如果你刚才是选择自动化的话 它就不会出现在桌面上了 如果你希望它出现在桌面上的话 你就要用这个普通的一般捷径 来写这个脚本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取得今日行程的捷径教学 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都有顺利的写出来哦 那如果你中间有遇到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讲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